为期两个星期的花莲县纵谷客家文化拓延计划的成果展 24号上午在花莲县客家文化会馆开幕 除了有记录客家文化脉络静态展 也举办了市集讲座DIY活动 还展出客家艺文工作者的创作 现场还有客家歌手在轮番现场 期盼可以让民众从五感来感受到客家文化内涵的生命力 由客委会指导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主办 争取花东基金举办的花莲县纵谷客家文化拓延计划 藉由影音记录及文化访查 推展客家文化及语言保存 期盼会整客家深厚的文化底蕴 让更多民众认识客家文化 24号上午在花莲县客家文化会馆举行了成果展 怎么样用现在的眼光去做整理跟会整 我们用很严肃的把这些客观的资料 我们不是做调查我们来做会整 做访谈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很多客家的长辈 他们因因其盼在这个花东众谷里面 落根在这边扎根 绵延子孙很久了 很多很多的故事 点点滴滴都没有把它变成比较有完整系统 留下来 把它拍成一个固定的影片 客人会看到这个以后 那这个是我们客家处理联来 申请花东基金里面非常大笔的一个金额 这是一个四年起的计划 今年我们受基础资料的调查 明年我们要做定因的整理 把这一系列我们拍好了以后 这个版权我们将来会开放 我们会开放我们非常欢迎 非常兴趣的人来把我们传播出去 为期两个星期的花莲县重古客家文化拖延计划成果展 周末两天也举办了客去市集 爱客讲座 客去生活DIY 还有客语歌手带来客家音乐演出 并且展出了客家艺文工作者的创作 深客运客家文化生活展静泰展 展期到11月8号 欢迎喜爱客家文化的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讲邦彦 吉安乡报道